Hello 大家好 很期待 终于《灵魂伴侣》第一集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在我身边这位美女 你简单点可以叫她是《灵魂》 因为非常甜 因为《灵魂》本身的职业是一个空姐 也去很多地方 真的有很多经历 有很多伴侣 不是那些伴侣 讲清楚一点 可能她发生了很多 很鼓励精怪 或者很灵异的事情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讲快一点 真的等了很久 终于等到牛年有个女主持 真的开心 里面真的是两非 除了会讲《灵魂伴侣》之外 还有个《灵魂游》 也是因为她的职业 去很多地方和我们分享 大家都清楚现在疫情之下 去不了什么地方 唯有看完我们这些节目 看了很多集之后 到时疫情好回去旅行 第一时间就要去玩 看不到的时候 黎明那首歌 眼睛上旅行 现在暂时眼睛去旅行 后来就身体力行 第一集《灵魂伴侣》 都想一下李物介绍一下 究竟有什么很恐怖的经历 其实你本身鬼神 你是信不信 我信的 是信的 其实小时候 除了听鬼故之外 读书 隐隐约都见过这些东西 但是你没有阴阳眼那些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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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两个 你这两个就是正经的 不过是不会害人的 但是为什么 小时候你 有时候很有趣的 有些人又要害怕 就又要听 我是那些 是的 又要害怕就要听 是的 还有有些人很有趣 又要害怕又要去探索 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小孩就很害怕 但是呢 总是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 有些不怕死 还有呢 有些冒险的精神 现在大过我就不会搞的了 但是小时候就会 什么都会想 怕什么 说是凶狠的 做就差点 真的有这种 那你小时候 你究竟有没有一件事 我之前听你说的 你有一个亲身的经历 是非常恐怖的 我也想听一下 分享一下给大家 好吗 这个亲身经历 就是我做了凶者 之后发生的 是的 不是小时候 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纪了 是的 那你是不是想听 我当然想听 好 是不是洗耳工听 好 其实呢 我很喜欢做短途机的 尤其是两三个小时 我就很喜欢 因为呢 快凉正 然后下机就可以买东西吃 去玩 对 所以我就很喜欢 飞泰国 Bangkok 就是亚泰区那些 是的 而且Bangkok 我很喜欢吃 蘑菇糯米饭 和泰泰 是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飞这个地方 是的 然后呢 其实这一间酒店 我们现在没有住的了 那我们以前有住 那么呢 我一直都没有遇过任何东西 所以呢 我就很安心地飞 是的 很安心地去stay 在那里 其实很多组织都说过 这间酒店他们都看到东西 但是现在 这间酒店还在呢 还在呢 但是我们就没有再在那里住了 因为你有一个经历之后 就没有了 公司转了酒店了 是的 但是我亦都因为 发生过这间的经历之后 我就没有再飞过泰国 直到公司换了酒店为之 我想问呢 那里去飞呢 就是比如说 你两三个月头落地 跟着就有一天 可以在酒店里 第二天飞在香港 是的 哦 那真是很棒 那是这样叫做两天一夜 大致上 我们叫它做Overnight Overnight 是的 是的 有时的pattern可能是三天的 但是这个我们就叫它做Golden pattern 就是很难会有的 是的 也很难swap 但是怎么了 因为刚才听你说 你说你住过 一向没有事 那为什么无端的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这间酒店呢 首先就是 那些人说是因为是一间医院隔离的 那医院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地方 所以可能会容易吸引到一些灵体 去隔离一间酒店住下 都不出奇 对 有根据的 因为泰国呢 坦白说大家 因为我都很熟泰国 我本身都是有摆开泰国佛的那些 他们泰国呢 就很多蛇都说很多过身的 或者婴儿啊 或者一些夭折了 那些就在一些庙子里 那当然了 有些和尚 他们帮他超渡了之后 那些叫古曼童 那些叫古曼童 就是去了那些公仔里 化身后 就变成古曼童 那他去领养 其实是中复的 是有做善事的 但是 亦都是很多说法 就是说呢 很多那些医院 或者河頭里 或者在附近的酒店 游于勤 所以呢 医院你才是擠迫的 那些床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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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我那天拿了房卡 然後搭升降機上房 那一路走 他说 咦 还未到房子 不會是美房吧 那样 你那时候未知是美房 未知未知未知 是的 是的 那其实那时候都害怕的了 不要啦 不要美房啦 那我幸好就不是美房 是Maii那间房 而我比我更加Junior的同事呢 他就真的美房 那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开玩笑 就说 你美房啊 他说是美房啊 麻烦啊 那我就说 如果害怕的话 你就下去换咯 那他就说 我不害怕啊 有东西才下去 通常是这些的 就是你说你害不害 我当然不害咯 就是 永远人 不害怕 那不害怕 当然不害怕 不害怕 一入到就立即了 对不起 那当然了 进去我怕要敲衣敲门 那便进去了 那这间酒店呢 嘩 你这叫暗毛 敲衣敲门 哈哈 之后 那间酒店房是怎样的呢 是比较旧式的设计 它地毯和窗帘 就是既既既既的颜色 這些傢俬都是紅紅啡啡的 泰國紅啡啡的 我知道那些是偏舊式的感覺 那個感覺不是很舒服 其實最多時發生有什麼故事呢 就是關於梳妝台 梳妝台是很特別的 它是霜了在入夢牆裏面 平時的桌子是可以移一 還有一塊鏡子 這個是很奇怪的 是完全全霜了進去 偷了位置霜了進去 霜了進去 但它的鏡子是高度上頂的 它是在我的床旁邊 我一直都不敢用這張梳妝台 也很害怕這張梳妝台 有沒有什麼鬼故事是關於這張梳妝台的 人們就說蒙蒙蒙蒙 看到一個女人在梳頭 或者在鏡頭看到房間裡有其他東西在 那張梳妝台都是這樣 那張梳妝台都是這樣 那張梳妝台都是有些 不過這些是有點恐怖 加上不是啊 剛才你剛才說它的設計 裝修 你剛才說那張梳妝台都叫做新裝修 有這些鏡子 你覺得很時尚 但那類的鏡子 你會帶到你 什麼了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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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用這張鏡子 而我睡覺的時候 都一定要背著這張鏡子 那張鏡子後面就是洗手間 嘩 很厲害 好了 我仍然都出去吃飯 買東西 梳洗 對呀 過夜睡覺了 那在睡一會睡 睡了睡 睡到了沒有很多 但她什麼時候 那時候認識什麼時候 應該是什麼時候 armee 睡覺一定是過了12點 之后我就睡 睡睡了 就聽到廁所很吵 那我不管她 是什麼聲音 她吵在哪方面 是 有人搞我的 不是搞我 有人搞我的化妝粉 化妝粉 好可愛 我聽到一些這種聲音 說真的 會不會是賊? 那一刻會不會想過是賊? 我也沒有想過是賊 我是想會不會是隔離房間 一些聲音 因為隔場不好 但我也不想去廁所看 因為我要經過梳妝桌 所以我真的不想起床 所以我就床頭拿著電話 看現在幾天 凌晨四點多 我就睡多幾個小時 就起床了 我就蓋著頭 睡覺 就像拍戲那些 蓋著眼睛睡醒才算 然後又沒多久 聽到更加大聲 真的是在搞我的事 我就不覺得是隔離房 真的不覺得隔離房 真的是我的房間 洗手間 好了 我就開始害怕了 因為我覺得是否真的有那些事情 心當然會這樣想 對 我就很害怕 再打開電話 檢查Google 幾多點日出 然後 你也算是頂 你很鎮定 因為我蓋著頭 可以檢查Google幾多點日出 你也很鎮定 我以為你第一時間檢查有哪些師傅 有些驅鬼 對 或者其他 念經 你檢查這些 你也很鎮定 因為我不關窗簾睡覺 所以我覺得有陽光入就會很安全 那時候是夏天 日出時間是5點20分 5點20分其實都是慢慢的日出 就不是說光光晒 我想要光晒都要6點多 6點多 對 那時候是因為第二次被他吵醒的時候 接近5點了 我心想還有一個小時就可以起床了 這樣 我閉上眼 我一直都睡不到 然後再沒多久 因為我在腦袋裡有一個影像 那個影像是我看著我自己的房間 那房間 我看到的是有人在我的洗手間裡面 然後 我聽到的是有人很生氣地掃我的東西到地 一手就 就是 就不是搞那些東西是 開個洗手間門 衝出來 是那個感覺 我的腦海是一個感覺 我腦裡面有這些畫面 是的 是我的房間是那個感覺 但我看不到有人 我是覺得有一個人 是 開一道門 衝出來 我是背著洗手間的 然後他衝出來 到我背後面 有三下聲 噗噗噗噗 就是腳步聲 我聽到 然後就是被人這樣 我背著 這樣打了我肩頭一下 那一下我真的感覺到 那一下我感覺到 那一下我感覺到 就張開了眼 因為我一直閉著我 我不敢張開眼 那一下一打我 就很認 我就張開眼 幸好我張開了頭 什麼都看不到 而他打我那個頭一下的時候 我看到他是一個小朋友 是 但我不知道這一個小朋友是什麼樣子 但我感覺到他是一個 男生的小朋友 而他好像是覺得 為什麼我吵你三次 你都不踩我 你都不進來 洗手間看看 因為有些人說 他們是很想 騷擾一下你 然後玩一下你 讓你進去洗手間 沒有東西 然後又出來 因為我都試過講過 我的經歷 衝刺 開電視 因為他不是 其實以我所知 東南亞的地方 或者酒店 在韓國 泰國 日本 總之東南亞地方 那些東西 那些靈魂 或者別人叫鬼 他很喜歡 讓你見到 或者讓你感覺到 是真的 我在泰國都說 他衝刺 我再不理他 他開電視 他好像想 追求你 別人注意 讓你整個 沒有 他又搞你 真的很喜歡這些 我也試過 其實你是要理 開電視 你按一下 沒有電視 是否會好一點 或者你跟他說 不要玩 他覺得 你直接不理我 我搞這麼多動作 或者我掃這些 你都不理我 你很不尊重我 那一類 他有一點想讓你感受到 當然你的性質 你很害怕 就沒有理他 他就變本隔離 壞事 撞你一下 那一類 江頭我 切頭 很厲害 那一刻 一拍我的頭 我就摸摸了一下 那一刻 那一刻不同 但真的感受到 沒有的 OK 然後我張開了眼 然後我當然很害怕 不妙了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快點過 時間快點過 那六點鐘左右 我就真的打開張電視 然後走進去 上手間看 上手間沒有開門 我進去看 我的血液 都是相關無事 放在那裡 即是沒有補數過 但會不會是你 真的會不會 這件事 剛剛聽了你講 會不會是你自己 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是發夢還是怎樣 有沒有這個感覺 一定不是發夢 因為 清醒的 因為有人在我房間的時候 我已經睡不著了 第二次的時候 再變滿加利 搞刪除等等 所以那時候 我已經心裡 是覺得是有機會 所以我一直在等日出 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 直到第三次 他一掃 我的腦海就有一個畫像 就是 有一個人在我洗手間跑出來 然後我聽到的聲音 三下 然後就拍我的頭一下 很實在的 很實在的 很實在 因為怕有些人 可能說自己躲在床上 其實半步半 就是有點發夢 你就是很實在 很實在 打了一下 到Return Flight回香港 我就跟隔壁那個 crew 他尾房那個 對 你這房間怎樣 我說沒事啊 一覺睡到天亮 但是你的房間很重 他說我的房間很重 他覺得 我半夜三更 為什麼經常在一邊衝刺 在搞化妝的東西 對 然後我就說 不是啊 我沒有啊 然後我又說 你怕不怕 如果你不怕的話 我想告訴你 我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你就分享了給他聽 我分享了給他聽 但很奇怪 就是我做服務的時候 我蹲得起來 是真的去打我那頭 那一邊是真的有痛 是頭痛 我明白你 就是你之後在飛機那裡 哇 飛到這個 這個 是痛 然後我很害怕 一落機 然後在巴士上跟我 和我爸爸說 我爸爸很害怕 我從泰國遇到這些東西 那你爸爸有沒有說 因為你爸爸本身是 來韓國的 韓國的 那他怎樣跟你說 他說 你不用怕 你不知道 去自殺鋪買了王子 那你怎麼做 最後我沒有 因為我相信我家裡 是進不了那些東西的 因為我家裡有觀音 然後有個叔叔跟我們開光 然後他就說 沒有骯髒東西 可以進到你家的 那我真的很奇怪 不知道可能是 因為我正面 有個信念 還是什麼 真的進到家裡 那頭是沒有痛的 為什麼呢 我有些朋友去泰國 真的招惹了那些東西回來 是的 那很奇怪 其實我那時候有問那些師傅 為什麼他可以坐飛機 連到你家裡 他說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當然 有些人經常說 他在那邊過身 在那個區域 就要在那個區域 出不了 所以你經常見到 那些就是 他在做巡迴的事情 但是他說有些就不一樣 有些有分法力 有些已經去了很多年 或者已經是那些法力好些 他有權是跟你來香港的 是的 所以你見到很多 我經常聽過很多詭句的故事 就是說 很多人去泰國 那些不知得罪了那些人 或者怎樣做那些壞事 回來也跟著他回來 後來要在香港的師傅 幫他搞定 或者聖那些 就是聽很多這些故事 但是其實 我也都問過那些師傅 他說有些是真的會跟 當然有些他未必跟你的 就是看看你撞著那些的程度 他就說如果你撞到那些 法力比較好 當然啦 你人也有分 好不好打 有些法力好些 就是厲害些 那些真的會跟到你的 會搞你的 有些真的 可能你遇到那些 小朋友 真的撞著你 或者想引你去注意 爸爸厭厭 爸爸厭厭 而且你也要很幸運 就是幸運 你幸運的就是什麼 你幸運的就是小朋友 爸爸厭的 可能他就是想引你去注意 掃一下你的東西 等你 喂 喊一下我 或者害怕一下 但是你又不理我 他才肯理一下 對不對 所以你問完之後 就沒有跟你的 OK的 沒有 但其實我也不知道會不會想多了 因為之後呢 我妹妹沒有多久就跟我說 她老公的弟弟 老婆 她叫什麼 她老公的弟弟的老婆 即是弟虎 我不知道叫什麼 弟虎 她有了BB 我會不會想多了 我會想多了 我會想多了 我覺得你是多了 日本話 就是多了 多了 因為 她出生了會不會突然黑 會不會突然出來 會突然說泰文 會突然說泰文 這禮拜 說真的 也是 剛巧的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她 你現在的弟父的那個 我沒有 沒有 會不會是你腦裡面的那個 沒有 完全沒有 不過你這個經歷呢 說真的 由於是你自己的一個人 而且你是第一次 所以是害怕的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如果換轉我 人在異地 你知道 你說在香港 我們都說 我們都不怕 你在別的地方發生這些事情 沒有可能會害怕 你一個女孩 叫天不應 叫地不民 你隔壁那個女同事 都睡了覺 因為凌晨4點 睡了覺 還有 始終在泰國的酒店都叫 你那間有多大一間 都應該不小 是大房來的 變相 你那些地方有這麼大 你很難叫 就算叫都不一定聽 你這間族人 是不是個個好一間房 沒有人一間房 不會的 會的 通常我們去拍攝 出酷就不同 為了省不正 因為窮 那她是省一省的 她不會男女一間 譬如我和張老師一間 你或者和女助手一間 或者我特別要求 有一間 或者我們本身是情侶 當然是一間 否則不是 他們都是分開男男女女 但你這個經歷大概幾年前 四五年前 四五年前 但大俠呢 對你的影響有幾十元 你之後去其他地方 會不會特別更加留神 或者會不會之前問定爸爸 那些 即是你像你爸爸學俠語 你可能會不會問定他有什麼方法 就是改定一些東西 對 自己沒有 特別再去要留意些什麼 因為我不想去想 OK 有些人說如果你有想這件事 你就會吸引了那個 energy 對 就是他會覺得 你知道他的存在 他就會去找你 那我就嘗試令到自己 每一次去到Ulport的酒店的時候 就不想任何這些東西 對 這幾年前 這幾年後 有沒有試過發生類似的 酒店沒有 在飛機上面有 對 說完 飛機上面是怎樣 飛機上面是怎樣 就很簡單 對 就是 如果你知道 business class 和economic class 一after take off 就會拉鍊 那些 business 先走 他拉鍊分開兩個area 對 就是做service 所以就把兩個cabin 分開 這樣 在Landing前 我們就要打開 那一天 那班機 後面 business class 有兩個空間 後面的空間 沒有客人 但是我去到 打開窗簾的時候 就看到有客人坐在高度 我都不覺得是什麼 因為他可能想看看風景 因為快樂的時候 可能風景是最美的 因為你可能看到那個cd 等等 但他沒有發生 即是沒有扣安全帶 所以我就想著 我都不說他 因為其實今天的business class 沒有什麼人 我打算 打開窗簾之後 才跟他說 拉回發生的speel 然後呢 其實他就是 坐在這裏 那curtain就是這裏 那我就走一走 然後就打開窗簾 是 當我一轉身的時候 不見了他 是什麼人 是一個鬼佬 是嗎 我看到他真的很開心 因為他真的靠著 看著窗簾 看著窗簾 所以他沒有帶安全帶 他真的這樣看著 然後我心想 看得這麼開心 我不要騷擾他 我打開窗簾之後 才跟他說 拉回安全帶 然後就不見了 然後就不見了 是的 但會不會是econ那邊走過來 因為他可能在這裏 economy class在這裏 business class在這裏 我開了個簾 我一轉轉 他就不見了 那他一秒會試 因為business class 他好像有個小小的位置 如果他站起來 他走過 我一定會感覺到 對 對 而且你說外國人超高大 不會說那些 你不會快到 對 我聽不到 我開過簾 其實也很快 一秒會試 我綁起來也很快 一秒 然後是不見了 就真的不見了 那你之後有沒有 立刻問同事 有沒有一個外國人走過 沒有 沒有 但其實那個機艙真的很少人 基本上我也知道 連你去都 那你覺得 當時的反應是怎樣 是呆一呆 是啊 是呆一呆多 那時候 我忘記了 是啊 這件事真是很難解釋 除了那些事之外 我也不知道怎樣解釋 因為你最清楚 因為你負責那個area 對不對 有沒有人 或者有多少個人 嚴格來說 是什麼種類的人 你應該都會清楚 但無端端走了那個外國人 跟著 一眨眼就沒有了 大哥 還有其實如果他轉身 要回到前面那個鬆 一定有些動作 或者有些很多原因 我一定看到他 對 我明白你 因為在中間是有洗手間 所以他都走得很遠 是 我又沒有理由是 可能轉身就不見了他 這樣 這是一個難解釋 但你自己後來就因為 沒有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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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自己真的幾 positive 幸好你有這種想法 有這種性格 如果 你不是 我認識有些女生 一見到這些 尋根究底 又要這又要老人 嘩 總之要聞到毒 幸好你就可能 說真的 因為你始終你中了學 如果你再去研究成績 你會嚇到自己 是啊 真的不可以這樣 再深究 沒有錯 不用上班了 要 quit 了份工 所以 但你後面 當這兩件事之後 沒有影響過你做任何事情 沒有啊 沒有啊 只是一天很正面 但之後就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 還有有時候 可能是 Landing 坐在那裡 我們就要 坐在那裡 我自己坐在那裡 然後突然間 有小朋友 跑過 在那裡跑過 然後我就馬上回答 小朋友 又沒有了 然後就不見了 是啊 因為你Landing 沒有理由 讓小朋友在那裡跑 是啊 對啊 你未Landing之前 你已經叫他們 你們會檢查一下他們 安全買我們坐飛機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以為是 因為我也是坐在 Business Class那邊 那個Cruise 然後我對著一個 洗手間 然後這裡就是一個 椅子 後面就會是 Economical Class 然後我就是 看到 小朋友在那邊 這樣衝過來 Business Class 但我們是Landing 我是求助安全帶 所以我就馬上回答 小朋友 又沒有了 然後又不見了 我是說了小朋友 小朋友 是啊 真的 這些東西真是 難搞 你飛機真的 實在都有 我聽過很多飛機 類似這些鬼故 都是很難解釋到的 是不是 每天我有一個 做空姐的朋友 他有一個 類似你這個 他又怎樣 他說經常都有 他說其實很多空姐都遇過 就是你這類 就是 因為他 我們說真的 他是看過那條線 總之 他是一而看的 那就長一點 他們都分一節節 有些人看 他就負責看那裏 送餐 野飲 那一段 他記得 是完全沒有小朋友的 然後 就算 我當你這段 他右邊那一段 總之 這行 全部兩行 他好像是 四三三 都是大機型 中間四 然後三三 總之這一段 沒有小朋友 全部成年 學你所說 又是無端端 有小朋友 又是走來走去 走 然後他又和你一模一樣 叫小朋友 不能走 都還沒叫 人都沒有 也是這些 所以如果你飛 那一程機 對你來說 是不是多人比小人好 對你來說 是 可能多人比小人好 人氣錢 都說人氣好 因為你那個運輸工具 如果你整個機器 是沒有人的時候 你才害怕 不你又不能走 你又上空 都溫住 你多人 你沒有那麽多幻想 沒有那麽多感覺 你忙做事都搞不定 對不對 你沒有人的話 你又多了些時間 又多了些想法 對不對 真的 我問過有些朋友 做這行都是 有些空少都是 寧願忙 他說你整個機器都不老難 因為我搭過一次貨機去台灣 很晚 整架機只有四個人 整架機只有四個人 買空姐 那架是貨機 那種感覺 第一次我搭過一次 舒服的 是恐怖的 夜機都關燈了 關燈了 空姐走出來 好像鬼魅 他問我 你要不要喝 我睡了 我睡了 大家睡了 我說可以了 沒有什麼 因為那四個 四個都是我們 不夠人氣 正所謂不夠人氣 是啊 聽完你這兩個 自己親身經歷 我相信有些朋友 聽完都覺得 他可能也有你這種感覺 或者經歷過 說真的 除了你們做服務方面 其實有些乘客都有機會 就遇到的 有些乘客都可能見到 無端端 可能反過來 有些乘客見到有個空姐 但是一向不在 無端端有個空姐 真的都有 所以大家這些故事特別多 除了這件事之外 領密 今次第一集 他都會分享 好像你說 有一宗 你爸爸跟人說的一個故事 你覺得很恐怖 是 那個故事 直到我現在 都仍然都 記住了 先說你聽聽 我也想害怕 那個故事 是他在我中學時候 告訴我 中學時候 中學時候 你中幾 應該是中一、二 小說 小說 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是聊了什麼 然後說 爸爸 你那時候 不知道是哪裡租了餅帶回來 以前不是用碟 是帶 不知道你是哪裡租了餅帶回來 VHS那些 我不知道 他說 你那個餅帶嚇死我 我裡面說的那些 然後你說什麼 什麼餅帶 他說 我很記得是大迷信 哦 大迷信 你明白 對 大迷信 這個電影 我看過很多次 我們當作小片來看 以前 他唱歌就是很難聽 以前有很多這些 有趣的 以前還有一些 古靈精怪東南亞 古靈精怪東南亞 有黃靈精怪東南亞 有很多這些 因為以前還有一些 金古奇趣 金古奇觀 曹查理和葉子薇做的 很多這些 以前的電影 這個大迷信 我記得是在戲院看完 整班電影 我後來又租帶 因為我之前說過 我很喜歡租帶回來 一頂LP 可以三套電影 180分鐘 都成功 然後我大迷信 我經常看 我最記得那個 在高階 高階 七隻八隻 不要看 那些 我們是笑的 後來去茶餐廳 跟朋友說 不要看 後面有七個 我們這個 覺得他幾個人 不過呢 我年輕人看 問心我 他也有些位子挺恐怖的 因為那時我記得是說火車鬼廣告 是 他說了屯門公路 是屢位 還有屯門公路 還有一個就是胡仙 那三個 我看完我是很害怕的 即是你很黑骨明心 很黑骨明心 火車那個真是最經典 你多了一個 多一個走出來 即是她的情侶 是她在這裏有血 這件事也是 他抽棄了一個廣告 是啊 即是 很經典 說真的 有一個多了一個小朋友 有很多 其實說真的 廣告 以前也有些廣告 是抽棄了出道的 還有你說胡仙 不用啊 我爸爸跟我說 那時候我們都很小 因為在說胡仙 胡仙 八二年度 八二年度 就是現在那個大廈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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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島那邊 唐鑼灣 什麼大廈 我忘記了 黃室寶 就是以前的黃室寶 黃室寶 黃室寶 他們的牆的時候 以為是維修 然後有些狐狸養出來 我爸爸也跟我說 我爸爸很小時候住西環 他那時候都說 他都跟我們說 是啊 說這件事他就聽回了 我那時候上電梯走的 所以我看到 他還說是個特色 我們爸爸 那些人以為是 他煎一煎一煎的 有些狐狸 你知道以前 內地或者香港 很流行 有些牆就做了老虎 做些動物 吃些字 我爸爸還以為 他還沒做好 有些狐狸的樣子都突出來了 但其實 後來人家給我看 拍照 都知道 後來我爸爸先聽回 原來是這樣的 還以為這些 裝修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但是 聽完這三個 大迷述的病態之後 那你為什麼害怕呢 害怕什麼 那些鬼 小小看完就害怕鬼 然後爸爸就說 你覺得你害怕 說我親身經歷給你聽 然後說什麼 還說 其實他那是夢境 但我覺得 可能因為他是比較 比較敏感的人 所以可能有些事情 可能要 通過他的夢 跟他講 都不一定的 那件事就是這樣 我媽媽就是很喜歡 研究肉器的人 喔 就是帶一些 他研究肉器 是想剔邪 還是怎樣 他喜歡研究 就是什麼 精型通透 夠不夠綠 不關那些 就是可能 他研究他的價值 或者研究他的質地 那些 我不知道他 看那些東西 跟什麼緬甸 什麼 那些全部都是 好厲害 然後那時候 應該是 我也不知道我出生了沒有 然後 有個朋友 約我媽媽去喝茶 那我那個朋友就說 你這麼喜歡研究肉 我給你這隻肉 你看一下 那樣 我拿上手 覺得它很漂亮 是的 但是你在酒樓 他真的看得不太清楚 研究得不太好 那朋友說 你這麼喜歡拿回家 研究完 玩完之後才給我 我都不戴 那我媽媽拿回家 在那邊看 又跟爸爸介紹 那隻 怎麼漂亮 不知道那些圖案是怎樣 那好了 他們那一晚上睡覺 那爸爸突然間 就在一個夢境裡面 看到自己醒了 他醒了然後走出去聽 他看到家裡的 那是家裡的環境 出去聽 看到家裡的大門開了 是 看到他開了 是 然後慢慢慢慢 他看出門口 看到一個女人 好像是慢慢走近 那樣 然後 他看著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是 紅衣 長頭髮 紅鞋 好像爸爸問他 其實不是真的問的 是可能他們的感應 我有什麼幫到你 OK 然後那個女人 就這樣 他指著一個地方 然後爸爸靈傳那個地方 就是媽媽放了一隻肉鞋 在飯桌上面 就是那個地方 是 那爸爸於是就得到 那隻肉鞋是 這個女人 是 是 他就醒了 他沒有吵媽媽媽 他等媽媽起床之後 就跟媽媽說 給他人 叫他 他說這隻肉鞋 你快點給他人 就是昨晚發生了這些事 我媽媽就拿這隻肉鞋 給他朋友 是 而我媽媽問 發生過什麼事 這隻肉鞋是誰的 是 那個朋友就說 這隻肉鞋是一個配藏品 一個親切的配藏品 是 但是為什麼他就拿出來說這隻配藏品 不知道 有時候人們不知道 起骨 可能是否拿出來的 我不知道 但是就拿了 我明白 有時候 有些地方 記不記得 很多年前 香港都試過偷這些配藏品 在墳墓 都試過拉過 在茶眼光年神國 那些 也是偷配藏品 那些 也拍過鬼故 林家棟 那些 都試過一套鬼故 所以這些 真的千萬不要 哇 真的這麼厲害 那一刻 那一刻 就馬上報告給你聽 還要紅衣服 還有紅褲 哇 有時候有些人 有些人 都覺得這些是喜慶的 其實這樣的 有些人 可能會指定 穿什麼衣服 穿旗袍 有啊 或者吃也有 譬如說 有些朋友 他臨行之前 他自己說 我想我套衣服 有套他特別喜歡的衣服 我就想死的時候 穿那套衣服 也有的 有交代的 也沒什麼所謂的 就是這些 有些人不熟 他說 有些車頭上也不熟 我喜歡這張 到時幫我弄這張 也有的 當然這些就是他 一早就說定了 我爸爸 那時候 還沒去之前 我們都會 拍攝影響的照片 說 車頭你買哪張 也會的 也不是什麼禁忌 這些是沒有的 可能有些人 遲了一次 是啊 他可能也想 我喜歡這張照片 比較漂亮 或者我喜歡這件衣服 很適合我的 也有的 每個人都有個心願 但是 後來就真的給他 給他 然後就 再沒有這個 這些都很 不過很直接的 我也覺得這些是很 怎麼說呢 他剛剛就要你媽媽 還有很多 這件事真的 我小時候 到現在 我也有一件事 就是 別人給你遮 尤其是遮 遮 小孩子看小芙蕭 大樓講槍龍 那些 逢遮這些東西 或者有些東西 我是不會拿別人 還有我不會隨便在街上 有些狼藥 隨便拿那把傘 絕對不會 沒有情形 為什麼呢 那些傘你又不知道誰 還有 有時候真的 可能有些靈魂 附下那把傘 你變成你帶了回家 或者你獄 尤其是獄 這些獄 這些 有些器名也好 有些物件也好 隨身品 我是不敢拿別人 因為你不知道的來歷 是 可能幾百年前 不知道誰 你又不知道 或者可能有些 靈魂附體了 那些地方 你又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 大家都要小心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給你一些東西 或者給你一些公仔 公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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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 尤其是羊娃娃的 你無緣無故 會收人家的羊娃娃 坦白說 我們這麼大人 又不會玩羊娃娃 以來你的小朋友 如果有那些 我的朋友很秘技 有些人說 不要緊 我去玩舊了 比你一樣 有些人不喜歡 你都不知道 那些東西 有沒有駕駛 你知道我搬屋 搬得多 我就有一個習慣 我永遠 我不會要長手 那些傢俬 你給我一間清水 什麼都不要 你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你真的 你不知道有什麼 在裡面 我通常 入場櫃沒有辦法 其實所有的東西 我通常都用自己的傢俬 你寧願這些 簡陋一點也好 什麼都好 真的嗎 我聽過一個鬼故事 也是 講到傢俬 就是 上一手 原來那個地方 有個命案 死者 就在他組合櫃裡面 被他藏了 那些藏具 不能拆他入場 變相 他經常 鬼故事 一家四口 一男一女 小孩子 沒有什麼感覺 經常哭 他也有說 那個小孩子 是不是真的 那單 傳萬 那單 不是那單 還有很多這些 不是很出名的 但總之有個激烈 傳出來的鬼故 一家四口 一男一女的小朋友 經常哭 平時很乖 進去這間屋裡經常哭 經常說見到一些東西 但那些小朋友認不出 講不出給大家聽 很小的 總之看到有些東西 那兩夫妻 經常都睡不著 而且經常聽到 祖音櫃裡面有聲 就是你們後來都搬了 後來好像住了半年 又搬了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雙手 原來有這些 還有那些祖音櫃 我們小孩子 要舊式的潛入牆 偷地方 正所謂 但其實剛才 你講過 泰國酒店的梳妝桌 我以前 三樓道 住三樓道 那些 全屋的組合櫃 加起來 旁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梳妝鏡 全部粒合式 然後怎樣 你要開一個 開一個組合櫃 然後你看到 很大塊 你看到很大塊 上到頂的 然後還有一個梳妝 你把椅子就這樣推進去 是那些 舊式的 然後你關門 你只看到那些座椅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金邊 其實這些是恐怖的 我小時候 我年輕人的年代 就是這些裝修 但那些裝修叫漂亮 叫grand 還有白色 還有木色 還有金邊 還有梨花 就是這類的 其實是恐怖的 因為梳妝鏡 由我們這個位置 上到頂 對 就是整幅的 有時候怕後面 還有一塊鏡 如果身體也好一點 如果你的鏡子 舊了 水人退後 突然之間 那天的鏡子很清楚 你看到不知什麼 那時候是最恐怖的 其實真的 為什麼呢 我很怕看鏡 尤其是看一些 我後面 有很多不明 不知數的東西 或者有些 或者有些 後面很空曠的地方 我就不敢看鏡 因為你要怕 當然 有時候 不要嚇自己 嚇自己 但有時候 你難免去想這些 因為你太刺激了 後面 譬如我們現在 這裡有一塊鏡 我後面有成千尺 這麼寬的地方 哇 大哥 你不知誰 是呀 你那個人 認住 鬼鬼祟祟 所以你沒辦法 有時候 有些地方太大 香港 你知道是全金尺圖 有時候住得大 你又覺得恐怖 假設你一個人住三四千尺 你怕不怕 怕 真的怕 但反過來 你一個人住三四十尺 你還怕 真的 沒有得怕得窮 所以有時候有些東西 大又不太好 小又不太好 所以我聽完你這兩個經歷 其實 但當時這兩個經歷 到現在為止 你覺得誰影響你最多 我也是泰國酒店的 因為太親身 對 很親身的經歷 那個反而是爸爸口述 他給你聽 這個真的 永遠都是自己 第一身的經歷 對 他影響到我 那一段時間 沒有再做萬谷基 是你申請的 不是 他給我 Roster 我便轉換了 可以的嗎 都可以 其實你自己去感覺 那些東西 真的 好像你那時候去過 我住在和俠城那裡 我住在和俠城那裡 那裡是 我 我是出名大膽 我住和俠城 那時候住和俠城 我都說過 之前在這個節目 可能你看回 你也知道我們多爹 都要聊天 我去那麼多人家 起碼 這次是新家 一定到達到一小時 或以上 我去他那裡 一會 十多分鐘 我沒有進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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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吃東西 他給我的感覺 是很不舒服 是嗎 是嗎 但你住呢 我一住 其實我最初住就沒有什麼 我有個朋友 其實就是 陰陽大人 因為他看到 有個紅色的 穿紅色的 穿紅色的女人 還有那個小孩 經常坐在我的床上 那我就真的 我都說過長期 我自己在床上都睡不到 我要睡沙發的 那間屋 很少數 我自己沒有裝鏡在那裡 我完全沒有裝鏡 其實我經過骨灰樓 我屋隔壁那裡 是有些低感派的地方 很恐怖 然後隔壁就是寵物靈靈 再隔壁就是做墳墓 全部都是關於那些 對 他住了 我也說 我有個朋友在那裡 你都是我第一天 第一個生歐溫式的人 之中住在和合社 是啊 真的 他後來就說 很久 你住了哪一個月 我住了三個月 後來就搬到那裡住了 我跟兄弟說 兄弟 我住了 別搞 我說你那裡實在 我真的 我沒有見過什麼 但是我舒服 我感覺 我沒試過 連吃煙的時間 我都不想 那時候 我明白 那時候 你說那個人在你後面 兜東西 兜東西 其實如果你說 我勾起的時候 我在那裡住 我感覺到 整天晚上 有人好像想 有人叫醒我 但他不是在你的語言 但好像有些人 在你附近搞 我是那間屋 那間屋 我要開燈睡 我要開燈睡是很嚴重的 對 因為大家 我們都怕光 所以這次 聽完 李密那兩個分享 我都覺得 勾起 我相信勾起了很多觀眾的回憶 或者勾起 我們 我和張老師都有一些回憶 始終人 我們經歷 年紀都不是很大 不是很小 但起碼都有一些經歷 變成這些 令到大家有些回憶 或者有些身邊的朋友 真的有這類的經歷 其實都是令到大家 有一件事 我經常覺得 總之兩個世界的人不同 他有他們的世界 我們有我們的世界 河水不凡 你不要搞我不要搞你 其實大家就 免得過就沒有見 有些人就說 專門要開眼去看 你不要看到我 不要看到你 總之大家我覺得 但是當然 你信我一件事 你這個人 你不要害人之心 那些事情 因為如果那些事情 是不是都搞到你 就世界大面了 沒有可能的 他有他世界 我們有他世界 我們做人 心要向善 沒有害人之心 你走到哪裡 你絕對不怕 OK 好了 今集我們都會見到 第一集 多謝一下 分享了這兩個 一個親身經歷 一個就是爸爸說的親身經歷 非常之動聽 接下來 我們第二集也要說一下 你本來會有本書出 看看裡面有沒有些 挺有趣的鬼故事 跟大家分享 OK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和大家一起 靈魂伴侶 拜拜